亲爱的弟兄姐妹和线上的朋友们 大家早上好 欢迎来到线上的每日曙光 今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信息是 在主里得利 在主里得利 让我们来看一段的经文 以赛亚书40章31节 但那些仰望耶和华的人 必重新得利 他们必像鹰一样展翅上腾 他们奔跑也不困倦 他们行走也不疲乏 想问一问大家 通常我们很累的时候 我们会做些什么呢 可以想一想 有时可能也许是我们会要去补眠 或者是去找一些 我们可以喜欢做的事或爱好 去舒缓我们很累的那种情绪 或者有时可能会 哎呀什么都不想做 甚至是有时候 在这个永无止境的日子 就有一个是说 何时才会停止呢 夸张的说 就是什么东西都不想干就对了 会不会有这样的情绪和思维来到呢 这都是人之常情 但是上帝跟我们说 在以赛亚书的40章里面 有说到就是年轻人也会疲乏 也会累 也会困倦 强壮的人也会全然跌倒 更何况就是我们身处在一个热心悦意 和充满许多未知数 跟调债的这个年代和时代里头呢 所以有时候我们也会感到困惑 感到疲乏 无力 在向前奔跑了 所以上帝告诉我们 要寻求他 在以赛亚书40章31节说到 但那些仰望耶和华的人 他们必重新得力 他们必像鹰一样展翅的上腾 他们奔跑也不困倦 他们行走也不疲乏 那创造宇宙万物的源头 那爱我们随时与我们同在 常常都给予我们最大的 安慰、鼓励、援助和能力的慈爱上帝 以赛亚在这本的书卷里头 的确描述了上帝所创造的能力 他的供应还有他同在的帮助 而且上帝是全智全能的 因为他是无所不知 无所不在 无所不能的神 只是很多的时候 当我们在深陷于疲乏无力 挑战于挣扎的时候 往往看不见 上帝就在我们的身旁 而我们唯一和需要做的 就是重新回到他那里 再次的去依靠他 敬拜堂的属灵家人们 让我们一同在爱我们的上帝的同在里 再次的重新调整 重新得力 如因展翅上腾 Amen 上帝赐福你